我们继续来说一些这个大F联合分布的性质 F对X和Y都怎么样呢 不减 不减是吧 这个很好理解 累计累计概率嘛 然后另外limitX趋向于负无穷的FXY 等于limitX趋向外趋向于负无穷的FXY 大家说这个东西等于什么呀 这个等于0 为什么呢 很好理解 就是说是X趋向于负无穷 也就是说X这边我们还没有开始计算它的概率 对吧 但是注意FXY它描述的是什么东西 它描述的是一个交集 大X小一等于小X 并且大Y小一等于小Y 这个概率 那么一个东西它相当于是这个 就是我们简单写一下吧 就是说是FX和Y 它应该等于我们的P大X小一等于小X 并且大Y小一等于小Y 这个概率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把X取成负无穷的话 也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吧 它的概率是0 那么两个东西的交集自然概率也是0 这一次 也就是说 如果其中一个东西的概率 我们还没有开始计算的话 那它就限制了说整体一定会给我们0的贡献 对吧 然后类似的呢 Limit X和Y如果同时趋向于正无穷 那么FXY 大家说这个又是谁呢 X和Y同时趋向于正无穷 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纳入考量了 是吧 那这个概率就应该得到的是整体的概率 整体概率也就是全集概率 那也就是1嘛 对吧 Limit X的概率是1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性质 这个F对X跟Y 它们怎么样呢 它们又连续 又连续 这个在异味问题里面我们也说过 比方说大FXX这种东西 它对于X是又连续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联合分布当中 是为什么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限制了Y不变的话 那么我们发现大F对于X是又连续的 如果限制X不变的话 我们发现大F对于Y是又连续的 我们简单把这个说明一下 正 这个呢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么一东西 FX加上H倒号Y 减去一个FX倒号Y 那如果说我们让H趋向于零正的话 是不是就考察大F对于X是不是又连续的呀 是吧 那么这东西等于什么呢 我们简单把它写一下 它是PX小于等于X加上H 并且Y小于等于Y对吧 然后它要减去一个PX小于等于小XY小于等于Y 那么两个一简 我明显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东西的子级嘛 所以一简的话就应该是他们差级的概率 对吧 差级是谁呀 就是说小X介于大X跟X加上H之间这个概率 然后并且Y小于等于Y这个概率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我声称它小于等于PX小于大X小于等于X加上H 这个概率 大家同意吗 很明显吗 因为说这个东西又是这个东西的子级 对吧 这个事情要求两个事情同时成立 而我们这个情况下只要求这一件事情成立就行 不考虑Y的影响 对吧 所以很明显说这个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小于等于它 然后此时就得出什么结论呀 这个东西我们根据一维问题可以把它翻译成谁 F大X的X加上H减去一个F大X的X 对不对 我们只考虑X的变化 我们不考虑Y的变化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直接就是不考虑Y这个随机向量 当它不存在一样 我们考虑大X的分布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率实际上就是这个概率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让H趋向于零正的时候 它得什么呀 它是得零的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单个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来说 单个随机变量的CDF 它应该是会又连续的 对吧 所以那么根据极限的性质 微积分里面我们学过 如果一个大一点的东西 它都趋向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比它要来的小一等于的东西 它就一定也是趋向于零 对吧 你比方说所谓的两边加之类的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 就是说是大FX加上H 逗号Y减去大FX逗号Y 它在H趋向于零乘的时候趋向于零 也就是说是大F对于X是连续的 是吧 又连续 然后对于Y 那自然也是又连续的 所以这么一个性质 然后那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又连续的性质 主要是对谁来说话的 如果是连续随机变量 如果是连续随机向量来说的话 我们用说 就不太用说 对不对 如果是连续随机变量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 它就是既是右连续 又是左连续 因为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话主要是对于离散随机变量来说的 对吧 那我们知道说 对于离散随机变量 比方说对于这个大FX 假设说它是一个离散随机变量的话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不连续 中间这里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这里会存在一个PMF 对不对 存在一个PMF 所以我们这里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说一下下面这个结论 PX小一等于 对我说错了 PX等于X 然后Y等于Y 这个概率等于谁呢 这么来写 叫做FX逗号Y 减去一个FX-Y 然后减去一个FX-Y 再加上一个FX-Y- 那写成这种形式 大家是不是能够体会到 它好像是跟我们前面的那个计算 一个小长方形内概率 那个公式有点类似之处呢 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小长方形取得特别小 然后直到它都摊成了一个点了 这意思是吧 那么什么叫做X-啊 X-就是说是X趋向于这个X-这意思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去说明一下这个结论 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 简单来说就是借助我们那个区间 不是区间 就是小长方形的那个结论 然后如果说看的不清楚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借助一下 异味问题当中我们用过的方式 也就是借助一个数列来看 那比方说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FX-1-Y 然后再让N趋向于无穷之类的 是吧 大家可以自行说明 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了叫做什么呀 这个分布对吧 也就是说是在已知有X-Y 有两个随机变量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考虑一个随机变量的影响 这东西 那么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边缘分布 FX-X-F-Y-Y 他们都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边缘分布 marginal distribution 是吧 那对于大F来说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marginal CDF 这样 那么我们下面想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边缘分布 跟我们联合分布 joint CDF 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非常简单 我们来把这个结论跟大家写一下 从我们这么写 limit X趋向于无穷的大FX-Y 联合分布 是吧 这个东西等于谁呢 这个东西就等于我们的FY-Y 然后并且 limit Y趋向于无穷的FX-Y 它应该等于FX-X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也是自行去说明一下 我们在这里也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表示的一个什么含义 大家说这是一个什么含义啊 X趋向于无穷 也就是说X这边 它不会给我复攻线了 对不对 我们把X所有能够影响我的效应 全都纳入考量 全都计算在内了 它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所以剩下的这个是只要考虑什么呀 只要考虑大F怎么随Y变 那这东西不就相当于是我们整体这个玩意儿 关于Y的分布吗 是吧 所以如果说是Y趋向于无穷的话 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所有Y的变化 我们已经纳入考量了 是吧 所以剩下的话 只是它观察我们这个 这个性质 它是怎么随X进行变化 所以它就应该得到是关于X的 这个X的边缘分布 对吧 所以那么这里是关于大FCDF 那么对于离散和连续随便量来说 我们还可以分别说它的什么呢 它们的边缘PDF对于连续来说 以及边缘PMF对于离散来说 是吧 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比方说先来说一下这个离散好了 如果说是离散情况的话 PXX等于什么呢 等于PX等于X 这个是E为的定义 对吧 然后我们的PYY等于PY等于Y E为定义 那么这两个东西分别就叫做边缘 我们直接写英文了 Marginal Marginal PMF 对吧 Marginal PMF 然后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分别用它 怎么把它们跟我们的联合PMF 建立联系呢 是这样的 PXX等于PXY 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Y的影响纳入考量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Y的所有可能取值给它加起来 这意思 然后PYY等于把所有的X可能取值之下的PXY 把这都加起来 也就是说是我们把所有的X的变化都已经不计了 把它们这个整个计算完毕 对吧 然后剩下的影响只是对于Y的影响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公式大家很好理解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怎么来说呢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事件拆分成了若干事件 是吧 比方说我们简单来写一下 PX等于X 大家同不同意 它其实相当于PX等于XY怎么说呀 Y没说是吧 Y等于Y1 一直到YM 比方说这个是Y的所有可能取值 那么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概率拆成什么概率 PX等于XY等于Y1 PX等于XY等于Y2 一直类推 对吧 所以每一个概率分别的就是这么一个小概率 这么一个联合PMF的概率 对吧 所以总体来说 把它们整体加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概率 那稍微复杂一点点的是这个连续的情况 那连续的情况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也知道说FXX 这个东西等于 这个东西不太好 直接定义是吧 除非你联系大F 然后我们把大FX对于X球导 这样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妨考虑一下这个方式 就说我们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说你怎么来研究小F的性质 通常就是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是借助大F将其球导来研究 是吧 这里或许可以 大家可以考虑使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另外也可以考虑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通过一个积分的方法 把小F进行积分 然后我们得到的这一部分是介于这个区间当中的这个概率 对吧 所以我比方说这里我们考虑使用后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么一东西 从A到B的小FX这玩意儿大家说应该得谁 这个东西根据定义是不是就应该是我们的什么的概率啊 大X介于小A到小B之间的概率 对吧 那么这个概率 同时我还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样子呢 在连续随机变量的背景之下 我们把它写成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说是P A小一等于X小一等于小B 并且Y不加以限制 对吧 Y不加以限制就相当于是Y属于什么呀 负无穷到正无穷嘛 或者我们直接写Y属于R Y可以取任意实数 是吧 那么这个概率我们直接怎么样把它跟什么东西建立联系 把它跟联合PDF建立联系 对吧 怎么建立联系 具体来说 我们现在研究是什么概率 这个是X 这个是Y 那么从A到B 然后Y不加以限制 我们现在相当于研究的是不是这一六的概率啊 反正只要是空间当中有这么一块 我们要计算这一块的概率就可以干什么 就可以进行积分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它相当于是我们对于 X从谁积到谁 从A积到B 从A积到B的X 然后呢 Y从谁积到谁 从负无穷积到无穷 然后这里面是F XY 联合PDF 对不对 然后是DY再DX 也就是说内层DY 外层DX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是微积分里面我们学过的负比尼定理 对不对 这个可以积分换顺序之类的 所以总之是我们发现什么结论 从A到B的积分 FX DX 等于从A到B的积分 这个玩意儿DX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这A和B有没有任何限制 A和B没有任何限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任意的负无穷 小于等于A小于B小于等于无穷 那么 我们如果再把这个玩意儿抽象一下的话 就是说从A到B的一个FXDX 等于从A到B的GXDX 那么大家关于F和G你可以说明什么 其实可以说明 如果F和G他们两个都是连续函数的话 F和G如果两个都是连续函数的话 那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函数 是吧 他们两个就是一样的函数 具体来说你比方说你把这个FX减去GX 你把这个积个分 这是位积分里面我们学过的性质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应该等于零 对不对 那怎么让这个玩意儿等于零 那就是说是FX减去GX在可数个点上 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说错了 除可数点可能不等于零之外 其他点都应该等于零 或者这个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我们最终得出什么结论 最终得出结论 就是说是这个 这么一串东西跟我们的FXX 它基本上来说是一码事 但是对于连续随便量来说 基本上是一码事 其实就跟是一码事 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连续随便量来说 我改变某一个 我改变小F某一个点的值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以随便 其实可以随便改的 就是比方说 今天我们这个小F是这么一东西 它是一个均匀分布 比如说 然后我强行说 非要把这个点给它挖去 然后把这个点的函数值 挪到这里来 行不行 理论上来说 没有什么不行 对吧 只要你保证说 它整体这个 计完分之后 还是这样就完了 当然只不过我们 先有了 可能先有了大F 对吧 先有了大F之后 我们再来推小F 那这个小F就是 一样的 那么在我们这里的话 数学上也是可以说明的 就是说是 这个你们最终积分 积完了之后 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相当于 你们的大F是一样的 那么求完导之后 小F就也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 就是说是这个F FXX应该就等于我们这一串东西 也就是说 同样对于这个连续随机变 对于连续随机变量来说 它的PDF 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你把什么性质给它 计算 哦对 我还没有把这个结论写下 FXX 它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从负无穷到无穷的FXY 把所有的Y的影响都纳入考量 然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整体算出来 这个性质就不再跟Y有关系 Y既不给我们正攻线 也不给我们负攻线 Y不影响我们这个玩意儿 对吧 然后此时得到的 它就等于边缘的PDF